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 在女儿演奏时 不知从哪儿跑出一只跳蚤 这跳蚤极其灵活 怎么拍都拍不死它 世界上竟然有比我聪明的动物 这小东西让国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早已无心听取的它让女儿停止演奏 然后回到井宫养起了跳蚤 他用自己的鲜血作为跳蚤的食物 还为它准备了豪华的住所 还有专门的锻炼工具 一辆精致的小马车 在国王的精心养育下 跳蚤发育得极好 很快就长到了之前体积的数倍 过了一段时间 竟然有了奶牛的大小 国王果然是慧眼石珠 这跳蚤真是不一般啊 但即使这样 天生短命的跳蚤还是很早就去世了 这给国王心痛得有 那是茶不思饭不想 就想着和跳蚤曾经的美好时光 为了纪念跳蚤 国王将他的皮挂起来展览 还准备了有奖竞猜 能猜出这张皮出处的人 将成为自己的女婿 许多人上前猜了许多东西 但都没有猜对 最后来了一个野人 他只是闻一闻 就知道这是跳蚤的皮了 这下可好 自己的女儿是要远嫁深山了呀 但是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国王最终还是把公主许配给了野人 两人成婚后 野人便带着公主回自己家 公主便跟着野人翻山越岭 不知道走了多少路 穿越了多少片森林 甚至还要攀爬险峻的峭壁 奔波了好久 这才来到野人的家 但这所谓的家 也就是悬崖上的一处洞窟而已 公主想逃也没法逃啊 从此以后 公主便过上了非人的生活 每日只能待在洞穴口发呆 直到有一天 公主看见悬崖另一边 有个采药的女人 便立刻向她求救 女人了解了公主的情况后 喊来了自己一家来救公主 几人通过利用绳索 被这公主逃了出来 眼看着公主就要得救了 没想到野人突然赶来 开启了一波疯狂追赶 在最后关头 他们割断了绳子 野人掉下了身不见底的悬崖 大家都开心起来 便愉快地庆祝起来 谁知 这野人竟然有金刚不坏之躯 不仅没死 还追了上来 二话不说 就杀光了除公主外所有的人 公主急忙逃跑 却跑到了死胡同里 公主赶紧向野人求饶 野人最终原谅了公主 就在她打算背着公主回家时 公主却用匕首割下了野人的头颅 之后 她立即万难 带着野人的头颅回到了城堡 看到满是伤痕的女儿 国王愧疚不已 他觉得自己得不配位 便当即决定把王位传给女儿 就这样公主继位 成了整个王国的女王 本片是一部黑色童话 仰跳躁许配野人 在他们的世界里 女性的地位微不足道 看似荒诞无礼 实则是在表现男权对女性不可理喻的压迫和践踏 以及歌颂那些为争夺自己权利 而奋起反抗的新时代女性 鼓励女性同胞们站起来 争夺属于自己的权利 好了 今天的米老鼠说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宝宝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